你不让我搞钱我就叛乱 1995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收到了一封遗书 随后遗书的主人 也就是朝鲜第六军团的政委李振书 带着五万人叛逃韩国 将金正日气得蹊跷生烟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如此嚣张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朝鲜的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 当时我国领导人在访问朝鲜后 都纷纷自叹不如 认为朝鲜有很多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 七十年代初 朝鲜几乎已经实现家家通电的愿景 粮食生产也十分富足 甚至还有富裕可以出口 与此同时 他们的军事发展也十分超前 南韩军队在当时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这一切的发展和成就 都要归功于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然而到了1991年 国际形势突然发生改变 苏联因为种种原因 不得不解体 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自顾不暇 自然没有精力和能力 来扶持其他国家的发展 俗话说 乌漏偏逢连夜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朝鲜不仅没有了俄国的援助 国内也经常发生自然灾害 导致国民经济飞转之下 数十万人都死于饥荒 情况惨不忍睹 更让朝鲜领导人无比痛心的是 第六军团在政委的鼓动下 竟有五万大军都叛变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从经济强国到灾害频发的亚洲小国 朝鲜发展飞转之下 当地民众吃不好睡不暖 国民经济急剧下滑 在这样的困境下 时任领导人的金正日 不得不采取一些救国措施 他决定放权 允许军队经商 希望在该政策的推动下 能有效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军队中实力最为雄厚的 还得是著名的第六军团 第六军团诞生于1950年 在朝鲜战争中屡历其功 不仅如此 第六军团的前身 其实正是驻华的志愿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们浴血奋战 援助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是一只正义之士 康姆元朝接受 第六军团就驻扎在边境 协助朝鲜和苏联的贸易往来 1991年 金正日放权让军队经商后 实验该军团政委的李振书开心不已 因为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此人曾是前领导人金日成的亲信 但对后来执政的金正日 他却一直心存不满 觉得对方年轻气盛 根本不会治理国家 接着放权机会 李振书开始在军队中经商 第六军团有着靠海的地理优势 他们开始出售海产品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违法犯罪的生意 赚得盆满钵满 遥遥领先于其他军队 然而就在国家最为困难的时刻 李振书竟拒不上交所赚钱财 甚至硬要与国家为敌 第六军团大肆敛财 导致朝鲜陷入混乱 金正日不得不收回放权政策 决定整顿朝鲜的军队和官场 遇到李振书哪能就此作罢 他联合一些官员与金正日对着干 甚至偷偷与韩国取得联系 决定带着第六军团 投靠韩国继续发展 金正日也不是吃素的 他发现了一些端倪 于是命金永春担任第六军团的团长 决定换将 但令金正日没想到的是 第六军团早已变成了李振书的天下 让这位新团长被完全架空 不仅如此 他们还背着金永春 做着详细的叛逃计划 决定带着五万多士兵前往韩国发展 俗话说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得知李振书和一些官员密谋的计划后 金正日立即展开捉拿行动 除了罪魁祸首李振书之外 其他涉事官员基本都被逮捕 嚣张的李振书 竟然给金正日写了一封遗书 称自己这么做 都是国家反对军队赚钱造成的 他并没有错 虽然此次叛乱得到镇压 但在当时的朝景政坛 引发了不小的风浪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诸多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觉得军队经商合理吗 欢迎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